第1223章 湘潭 林栋大哥 苏若那惊喜的声音也是在此时打破了山林中的平静 少女呢秀美的脸颊上布满着欣喜之色 林栋师兄 那些九天太亲公弟子也是连忙的抱拳行礼 神色中颇为的尊敬 林栋与他们九天太亲公有着恩情 而且他们能够大仇得抱 那也是全倚仗着林栋 林栋冲着他们笑了笑 然后将目光看向那身着白色衣裙的清冷女子 后者见到她来到视线则是微微一开 那握着剑翘的玉手轻轻用力 白皙的皮肤上有着细小的青色血管浮现出来 苏柔看着两人却是嘻嘻一笑 说道 林栋大哥你有话要与师姐说呀 那我先去前面等着吧 说完苏柔悄悄招手 带着那些九天太亲公弟子越过林青竹 林青竹见到他们苏柔要走 那素来清澈的毛中终于是掠过一丝细微的荒色 急忙的又伸手去抓苏柔 却润后者调皮的躲了开去 然后他冲着林青竹仰了两手 说道 师姐不急 我们还有的是时间 你们慢慢聊啊 声音落下 少女一时咯咯地笑着 带着九天太亲公弟子行出山林 而后嬉笑声逐渐地远去 随着他们的远去 这林中的气氛已是再度地变得安静下来 林青竹立在原地 窈窕郊区有着极为动人的曲线 衣裙如雪 青丝青素 气质脱俗 虽然在刚开始他稍微的慌乱了一下 不过他心境毕竟相当庞大 很快的便是变得平静下来 神色古井无波 只不过那比起平常稍微快了一点的呼吸 似乎是暴露了一些他此时的心境 这么不辞而别 终归不太好吧 安静中林栋的环步走上来 他望着眼前少女 微笑道 我们已经打扰多日 宫内事物繁杂 安静地走 也能为你们减少一些麻烦 林青竹道 真是这样吗 林栋站在灵青竹的面前 目光盯着那张即便是有着薄纱遮掩的绝色容颜 眼神深处 泛乎一抹柔和 突然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们认识似乎有八年了吧 两人在那小小的大爷王朝之中相识 那时候的他是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 而他却还仅仅只是一个在跌跌撞撞中摸爬滚打的小家族的炙弱的少年 那时他望着那张清淡的绝美容颜 唯有着仰望 那时他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他的心自然也是如同常人一般有所跳动 只不过他知道两者之间的差距 不得不承认 即便是灵洞 在那时候遇见灵青竹时 心中都是有着一丝自残行贿的感觉 然而时过境迁 八年之后 曾经的少年却是屹立在这片大陆最巅峰的地方 这段路程他为之付出了多少 或许也未有他心中明白 只不过他从未后悔 当灵青如听的灵洞这句话 那清澈的毛钟 终是忍不住地犯起了一些不动 宣记他缓缓抬头 美目凝视着那年轻的脸庞 八年前那张脸庞还带着一些稚嫩 不过在面对着他那停留在其咽喉处的见风时 他的目光依旧是那般的灼热与执着 八年时间 我们的身份倒是互相变了变 恭喜你 你超越我了 灵青竹侯纯纯威敏 旋即他轻轻自嘲一笑 说道 师父与我说过 我性子傲 犹如高山之连 但这对男人而言 却犹如催情之药 因为男人最喜欢的是 便是征服他们无法触及的高山 而你 从一开始 就在想着如何征服我吧 不过你的确很强 以你现在的能力 要征服我 也是很容易的吧 灵青竹盯着灵栋 眼眶微红 神色自嘲 他心中的情绪 灵栋又如何能懂 他知道自己给灵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那时候他后者眼中的灼热与执着让他明白 他成为了他的目标 犹如幼狼仰望着高崖上的象羊花 于是 他开始披荆斩棘 奋力向前 一别数年再次相见 少年已是今非昔比 虽说并非让他到了震惊的程度 但因为某种关系的使然 他开始关注起那道身影 之后 一模成的相遇 在那泰青仙池内 终归还是让他平静的心境 荡起了一些涟漪 一模成的惊天惨战 那道身影的浴血奋战 让得他心神微颤 不过苏莱心境便是平凡的他 却是生生地将其压住 最终他当了一回 让得他心跳最快的坎坷 他并没有敢于任何的援手 并不是不想 而是他相信 他不会只有这样的失败的 他相信 当他再度出现戴宗玄遇事 必是王者归来 而一切也如同他所相信的那样的 成为了现实 只是 当他真正的耀眼无比的 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却是略感陌生 当年的幼狼 终归是来到了高崖上的 向阳花前 只是 那却似乎只是一种征服 或许 他从来都不认为 当年那个在其眼中 高高在上的狄仙般的女孩 却是会在不知不觉间 以一种无人觉察的方式 注意着曾经卑微的他 即便是他的师父百般逼问 但他却始终未曾说出他的名字 即便是他知道师出无名 却还是莫名其妙的在他离开后 去那个小小大眼王朝 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柔软姿态 拜见他的父母 即便明知不可缺少他的主意 但他依旧默默地留在道宗 直到他渡过难关 最后他方才默默离去 他知道影欢欢在那一抹城市 便是见到了那个女孩为他所做的一切 他敢爱敢恨 那般心性有时他很有些羡慕 但他却终归不是他 他如莲花般内敛 将所有的一切都是遮掩在 那清冷的内心深处 无人触及 或许正因为如此 他对自己方才始终都是抱着 那试图征服的心态 而非是他想要的那种纯粹的情感 林栋正正的望着 眼前这眼眶微红的林青竹 这时候的他 有着他从未见识过的柔软 那种犹如外壳般的清冷淡然 在此时仿佛尽数的消除 他能够感受到后者心中突然涌动的波动 林栋沉默着 半想后方才缓缓地伸出手来 想要将他的脸颊上泪水擦去 但却是被他轻轻避开 而后他自己擦去 那神色再度变得淡然下来 那一幕仿佛先前仅仅只是错觉一般 倒不是想着什么征服 以前我想的挺简单的 就是想让你光目相看 我只是想证明一下 你曾经对我的否认是错误的 林栋沉默了一下 而后轻叹了一声 声音轻柔 林青竹微偏着头没有看他 那时候你也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 那时更是发生了那种事情 其实我也很明白 那恐怕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只不过我这癞蛤蟆稍微有些野心 因为我想当有一天能够再站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可以正视着你 而不用再如同当年那般去仰望着 我那时候只想平等地站在你的面前 林栋声音轻缓地道 听得林栋这句话 林青竹的郊区也是微微颤了一下 然后他缓缓地转过头望着林栋 此时后者的脸庞上掀起一道笑容 只是那笑容中透着丝丝皮色 为了那个简单的心愿 他同样是走了很多年 林青竹玉手轻轻握拢 说这些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并非是你所想的那样 请你彻底征服 然后去享受那种病态的快感 我只是想和你平等 你知道吗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在听得九天太精工出事后 第一时间便是赶了过去 林栋声音沙哑地道 很久以前 他的确是想超越它 但在纳指中 就没有掺杂其他的情感吗 这一点他心中最为清楚 林青竹背齿轻咬着红唇 半晒后他沾手清点 有着一道细微的嗡声 从泊沙下传出 接下来 两人则是又陷入一些沉默 不过这种沉默 却是没有了刚开始的压制 林青竹亭天欲立 低头轻轻地看着手中的清风长剑 虽然气质依旧是那般清冷 只过脾气先前 仿佛多了一些灵气 远处突然有着一些娇笑声传来 林青竹射他一惊 抬头看了一眼林栋 说道 林栋愣愣愣愣 说道 九天太清宫重建好了吗 没什么问题吧 嗯 虽然师父做话了 不过宫内诸多长老只是受伤 如今也大多恢复了过来 只是我现在是新一任公主 林青竹点了眼头 说道 林栋心中轻叹了一声 这些时间 九天太清宫也是经历太多 宫门被毁 宫主做话 这一切的责任 都是落在了林青竹的身上 但他却是从未表露过什么 而是默默地将其肩负着 那种一贯的坚强 有时候也是让人心痛的 你将这个玉石拿着 若是遇见问题就捏碎它 我立即地赶到 林栋递过一块黑色玉石 说道 林青竹见状 微微犹豫了一下 这才结果 然后轻握在手中 淡淡的温度散发开来 那 那我先走了 林青竹看了林栋一眼 说道 林栋笑着点了眼头 林青竹这才迈步走出 不过还没走两步呢 突然有着一道声音 突兀的在后面响起 等等 他还想问你 为什么你身上会有着 浮足的波动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得林青竹愣了一下 然后他转过身来 确实见到一道光影 从林栋的体内飘了出来 然后林栋那脸庞 便是彻彻底底的黑了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